第101回 楊秀清借地爾就照闖天王府,被攔在門口來。 他火紅火綠地大聲喊, 為何不開門?我要見天王! 急急趕到正天門前的尚書詩琴就說, 回稟東岸,我已經派人去稟告天王, 如果沒有天王的趙令,誰敢開啟聖天門呢? 連我來都敢不開? 詩琴就不卑不抗地說, 卑職想,天王如果知道東王駕到, 一定會開啟聖天門,請東王進去的。 好,那我就放長眼, 看天王府的門開不開。 楊秀清闖宮的事早就驚動了洪秀全, 他當時在天王府的尚書房裡不動聲色。 他的大臣蒙德恩對他說, 東王這樣太離譜了, 陛下應該下一道趙子說他才行。 洪秀全就說, 朕的趙子頂不過他神的趙子, 到時他又會搬出天父來的。 難道就這樣忍下去了? 唉,現在是嚇上門了, 如果不給顏色他看, 他還會得寸盡尺, 否則現在這樣令到天下人恥笑。 天下人恥笑誰啊? 他還是朕? 當然是陛下了。 哼, 哼, 至多是笑朕懦弱, 無冷, 會不會說楊秀清, 欺君妄上那樣呢? 啊, 這樣就實會說, 不過說又有什麼用呢? 這樣就行了, 等他爭夠面光, 風頭出盡, 終歸都有塵埃落定的時候的。 這陣時, 詩琴咸一來, 面口好難看, 東王派人去叫北王和文武百官來了。 洪秀全就問, 他究竟想怎樣啊? 他一天就想耍威風, 出陛下的醜而已。 我們的王門官, 先頭不讓他們的儀仗隊, 在門前圈挖, 現在被綁在廣場的柱裡, 真是離了大譜。 如果天王還忍下去, 小臣就辭官。 詩琴講完, 真是除了繡花沙羅為帽, 托在手上就跪下了。 蒙德恩呢, 跟著就脫上自己的帽子, 跪下了。 幾十個天王府的官員, 含聲跪下了。 怎知洪秀全就說, 東王衛國出了很多力, 公分蓋天, 朕敬重他, 連朕都讓他三分, 你們這樣又何必呢? 蒙德恩就說, 天王你再一尾這樣退讓, 天國將會逆勝, 我們死無葬身之地的。 洪秀全又冷笑一聲, 哼, 你們這樣看的嗎? 朝野內外, 是不是都是這樣看的呀? 行了, 起身先, 朕自有道理, 為了天朝, 朕願退避三時。 俗話說得好, 退一步, 海闊天空, 因為我們還未佔有全天下的。 眾臣子就逼忍氣吞聲地站起來。 在天賦台廣場上, 充滿消殺氣氛。 除了東王的聯家宜將, 文武百官陸續奉命來到, 看這樣的環境, 大家都知道, 有一場禍事將會降臨的了。 故事個個都不出聲, 連招呼都不敢打, 只是拿眼試一下就算了。 人人垂手是立, 好像在那裡扮喪事一樣。 洪秀全頭戴金官, 身著手九條龍的紅袍, 從後臨院出來了, 他幾乎沒有什麼儀仗, 跟東王的排床形成鮮明對照。 他上了天賦台坐下, 楊秀清才從矯裡走出來, 扶正下那頂雙龍單鋒王冠, 向天王雙手抱拳就拜了拜。 天王萬歲, 神在此恭候多時了。 北王為首, 眾官員一齊跪低, 三夫萬歲完了, 才起回身。 洪秀全照例牌, 被東王北王赤了座, 才問, 外興因何事來啊? 楊秀清說, 神秦查盛房, 路過天王府, 王門官劉央出言不信, 居然擋我的架。 天王, 看看怎麼處置他好。 洪秀全是故意做出論論盡盡的樣子, 左想右想。 呃, 呃, 劉央不懂規矩, 他冒犯了外興, 呃, 呃, 我打一百大板, 一百大板? 一百大板? 著數了他。 對這樣無父無君的人, 可以當為妖, 有妖不除, 這還了得。 呃, 聽憑外興處置, 洪秀全講完, 已經看到下面很多人憤憤不停, 他炸底看不見, 聽見楊秀清又說了, 那好, 槍流殃妖女, 推出去斬。 眾人是好惡然啊, 但又敢怒不敢言啊, 慢著, 在人群裡頭有人大叫一聲, 傅善長擔高頭一看, 煎紅酸嬌挺身而出, 他今天做一件四龍滾邊紅袍, 頭戴灌珠路髮梁帽, 笑笑傻傻急步上前說, 笨天王萬歲, 各有各法, 皆有家規, 天王府裡頭的事, 要東王來處置, 長此以往, 豈不是戀龍咯? 此人一出, 人群多引起一陣低聲議論, 紅壽泉很精, 審時度勢, 既然是這樣, 就由天王府刑部以處。 正當大家鬆一口氣, 慶幸這場危機過去的時候, 忽然楊壽清又全身打冷震了, 震到我們在皇冠裡的珠寶櫻落, 聖令煞響響, 皇冠正宗, 東王兩個金字, 也仿成一片金光。 她的妹妹楊雲嬌, 及時叫了聲, 各位小子們, 天父下凡啦, 接旨。 雖然很多人露出了厭惡恐懼的神色, 但沒有人敢違抗天命, 跟著紅壽泉後面就一起跪低了, 廣場得很靜啊, 靜到連口針跌落地都會聽得聞。 韋昌暉這時候, 一陣看天王, 一陣就跟陳成勇交換個顏色, 他看起來就很淡定, 不過他認為天王的神色呢, 也跟他一樣那麼淡定。 尖揚秀青手舞觸道了一陣, 就代天父開聲了, 眾小人聽著, 不要以為進了小天堂, 就可以忘乎所以, 各人應嚴格管束自己, 紅壽泉亦不例外。 他自己是不是例外呢? 就沒有說到, 接著楊壽青就代天父來訓斥紅壽泉。 你心居公中, 不理各事, 又忠用臣下, 連你的門官都目無尊掌, 這還了得。 紅壽泉這時候就逼著說, 請天父恕我失策之罪, 你有過失, 不止這一見, 你知不知道? 紅壽泉已經熱漢臨尾, 他偷偷看下方的官員, 個個都有吳訓的神識, 不過他照舊答, 我有過失, 你女友過失, 你女友過失又不改, 應當擇打四三。 這就不是震動而是驚嚇了, 所有人都擔高頭來互相看下, 最後他的眼光集中在北王身上。 偉昌暉這時候挺直腰就跪著說, 天父色怒, 如果擇打天王, 小臣願待天王受打。 接著就是一片小人願待天王受過的叫聲, 這時候的楊壽青, 擺到明是想最後試試他的權威, 和在人心天平上的份量, 他很斷言地說, 你等推下, 你等不能待壽泉壽歌。 紅壽泉爬起身, 自己走下丹池, 自動自覺趴下, 天父色怒, 壽泉願受掌責。 雖然那些打手儘量將板子落得輕些, 但紅壽泉的屁股照顧一片鮮血淋淋, 負善長都不忍心看了。 北王以下很多神子跪在地上, 就豪肚大哭, 不停地叫著天王, 天王啊! 看著這一切, 楊壽青一副得意忘形的樣子, 他終於宣稱, 浸歸天咯! 這場鬧劇就完結了, 回到天王府的上書房, 國衣李俊良就跟手趕到來, 他幫洪壽泉呼好弱就說, 天王你不要生氣, 要戒煎炒熱辣, 七日之後就沒事了。 洪壽泉派唐椅, 忽然聽見外邊人聲鼎吠, 外邊是什麼人喧嘩? 大臣蒙德欣就說, 文武百官不肯走, 還跪在地請命, 請什麼命啊? 他們要求天王要自強, 所謂自強, 洪壽泉當然明白指什麼, 於是他就示意洪人發洪人達, 扶他起來, 走到窗口, 蒙德欣就推開窗門一看, 整地跪滿, 替淚龐陀的文武百官, 洪壽泉就跟著流出了眼淚, 向大臣擺下手, 多謝各位, 天父責罰, 不服不行啊, 大家先回去吧, 下面有人叫, 天王如果不自強, 太平天國就國不自國了, 接著下去有一篇, 天王要自強, 天王要自強, 這樣的聲音, 洪壽泉就關上窗門, 臉上閃過了屍, 左右的人平時不多見的冷酷的笑容, 哼, 朕說過, 多行不義必自弊, 現在是時候了, 蒙德欣最先明白他的意圖, 馬上就控過來問, 現在怎麼做好呢? 叫石大開秘密回京, 他回來之後, 只准他和韋昌暉兩個來浸這樹, 石大開武昌, 神馬上叫人去找, 千萬不要讓東電那邊的人知道, 行了, 東王現在得戚著, 他認為百官都已經服服貼貼, 連天王都熬了他打, 還有誰敢動他呢? 從今天起, 天王府要嚴加戒備, 進出的人都要嚴加防範, 除了天王府的牌刀手, 不如神再調三千兵來, 不用, 不要露出一些痕跡, 內緊外鬆就行了, 在外面巡邏的人要穿紋裝, 不要被人看見, 以為天王府出了什麼事, 神, 明白了, 紅人法有時候插嘴說, 天王呀, 你現在總算明白了, 如果不熬那四十大板, 你還慢地說楊秀清是好人, 紅秀傳就小笑, 等天下的人開聲, 好過朕一個人說, 等天下的人看清些, 不是朕富人, 而是仁富我, 紅人法就說, 天王你還想依靠那兩面三刀的偉昌輝呀? 紅人達也說, 偉昌輝這個人靠不住的, 他現在早就靠去東王那邊, 連妹妹都加過去, 你看下, 先頭冒死在這裡請天王志強, 為何沒有偉昌輝呢? 他早就扔腦了, 紅秀傳的表情是不以為言的, 他自認為, 天朝上下每個人不過是他棋盤的一隻棋子, 偉昌輝會走得過他的掌握嗎? 人家只是看到偉昌輝嫁妹取悅楊秀清的表象, 而紅秀傳就看出他的計謀, 紅秀傳早在內心斷言過, 日後殺楊秀清的, 實在是這個人。 紅秀傳看人是多準確的, 連偉昌輝本人都沒估到紅秀傳看穿了他。 楊秀清當眾扎打天王, 合朝文武痛心疾首, 只有偉昌輝不止不憂愁, 反而情緒高漲, 回到自己的北王府, 他用一隻魚乾去後湖釣魚, 好像沒有事發生過這樣。 他父親委員家就很生氣了, 他在外邊聽聽閒言碎語, 無非是偉家巴結東電, 不擇手段, 不知羞恥之類的說話呢? 他原本反對過呂玉娟嫁給東電那邊的人, 即是爭不過偉昌輝。 現在楊秀清的狼子野心發到出面了, 偉家的人這麼沒骨氣, 充當東電的馬前桌, 好吊架的嘛。 故此他就生氣爆爆地去後湖找偉昌輝來講。 偉昌輝自得其樂, 剛剛吊了一條側魚上來。 偉家就坐在他身邊一塊石頭上說, 你還這麼好心機去釣魚呢? 偉昌輝陰陰嘴笑, 將一條魚串到魚屋裡。 是啊, 有值得開心的事, 我何必愁眉苦念呢? 他有些萬人皆醉我獨省的感覺。 唉, 你說楊秀清是不是中了邪? 他連天王都夠膽打。 偉昌輝又釣了一條魚仔上來了。 哼哼, 那不過是他小事鋒芒而已。 他想事什麼呀? 試試他手上的權力, 到底有多大? 試試他楊秀清在太平天國有多少人心。 結果又怎樣? 他是大失人心, 真是, 人人都看出他的狼子野心。 他自己不是這樣看的。 偉昌輝的分析是剛剛相反的。 楊秀清得意那頭, 他當眾宅打天王, 跟偉昌輝打秦日光就不同了。 結果, 沒有人敢怎樣? 最多像偉昌輝那樣, 請求代天王捱打。 特別是天王自己, 甘願捱打, 就令楊秀清開心死了。 他成功了, 認為沒有人耐到他何了。 偉昌輝聽完分析, 就嘆了一口氣了。 唉, 想不到是這樣。 如果南王西王再生, 他就不敢那麼猖狂了。 偉昌輝就說, 龍越多越下不了雨, 龍越多就越打架。 其實, 最傻的還是楊秀清。 他只有野心, 沒有權術。 他正抑是二叔公住田, 亭羊了。 不可能, 不可能, 你看天王那副逆來順秀的樣子, 擺明他已經徹底被楊秀清張死了。 爹啊, 你把天王看得太簡單了。 其實十個東王合起來, 都鬥不過一個天王。 你信不信呢? 天王太高明了。 你說而已, 當著布下挨打, 咳都不敢咳一聲, 什麼架都吊了。 還說他高明了。 天王這樣引蛇出動, 又說得特地讓楊秀清扔石落屎坑, 激起功憤。 偉昌暉認為天王, 是特地讓楊秀清的醜態大白天下, 讓天下人喜而諸之, 到時他就順應了人心, 不費吹灰之力, 就將東王削平了。 不是, 東王有這麼深的根基, 外邊有這麼多將領都是他的人, 你動他, 就會天下大亂。 現在到時候, 天王就算不去動他, 他反而失了人心, 你說天王高不高明啊? 這部企? 委員戒聽完就說了, 唉, 既然天王一早就不喜歡楊秀清, 因什麼事又給他這麼多權呢? 大家都同樣是王, 天王為什麼要節制諸王呢? 偉昌暉就和父親分析前後的形勢, 他說, 打天下沒有人是怎麼可以的? 天王不可能自己上陣殺敵的嘛, 其實天王是誰都不信任的, 他現在不過是用張三來抵制李四, 用李四來打壓王五, 再用王五來反對張三, 個個都是天王手上的旗子, 只要這些人不聯合起來, 天王都有辦法控制, 可以一一擊破的, 但是那些人呢? 個個都認為自己是最忠於天王, 也是天王最寵信的神子。 偉元界聽完偉昌暉的分析, 他還是不多相信, 他就問, 李仙頭啊, 現在到時候了, 我真是不信天王有魄力殺羊秀清。 他真的有沒有這樣的膽量和魄力呢? 要知後事如何, 請聽下回分解。 拜拜。